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这时航天飞机的雷达突然监测到了一个长达400多米的神秘物体 而通过扫描 两人发现这个庞然大物居然是一艘太空飞船 它正静静地漂浮在月球外围 航天飞机在它面前都显得无比渺小 而为了弄清楚这艘飞船的来历 詹森随即穿上宇航服 慢慢飞向了这个巨大的不明飞船 通过近距离观察 詹森看到飞船上刻着并非人类语言的奇怪文字 接着 詹森又向飞船的一处缺口移动 在那里 他们又有了新的发现 那是一个红色的弹性物体 他正静静地躺在破损的船舱中 而就在詹森拿着这个奇怪的弹性物体准备返回时 他的眼前又飘过了一具干尸 让詹森大惊失色 之后 詹森与拉伊成功返回了地球 那具干尸和弹性物体也被一起带回 而令大家震惊的是 经过检测 他们发现这具干尸竟然来自14000多年前 这说明人类文明早在14000年前就已经开始探索太空 可政府官员凯文却认为 这样的言论过于荒谬 这样负责检测的博士等人非常气愤 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 最后不欢而散 而就在众人离开后 无人看管的怪蛋却突然打开 并从里面探出了一个机器人 他还利用声波震碎了实验室的玻璃 然后连接电脑读取了这名14000年前宇航员的信息 在窃取完全部数据后 机器人又将所有电脑全部摧毁 紧接着 他还伸出触手将实验室中的机械臂折断 开始对自己进行组装改造 而这时 一名工作人员正好来到了实验室 机器人见状直接将他抓住并瞬间杀死 然后离开了实验室 而当众人发现机器人时 他已经将自己改造得无比巨大 一开始 博士以为外星机器人并没有恶意 还阻止警卫开枪射击 但博士很快就被外星机器人击中 见此情形 所有警卫才开始朝机器人开枪 可普通的子弹根本无法对机器人造成伤害 他轻松就使用电机杀死了众多警卫 幸好机智的詹森爬进了通风管道 然后从上方一枪打爆了外星机器人的头 成功化解了危机 而为了弄清楚事件的来龙去脉 詹森与拉伊终于有机会登上了月球 只是两人并不知道 外星机器人已经盯上了他们 之后 詹森与拉伊驾驶月球车来到了一座山丘脚下 因为车轮陷入坑中无法继续前进 两人只好徒步爬上山丘 可当他们看到山丘之后的景象时 都瞬间震惊不已 原来这里竟然存在着一座巨大的基地 两人见状迅速开着月球车绕道来到了基地面前 结果他们却惊愕地发现 地上居然有着人类的骸骨 这样詹森警惕了起来 他取出了两把太空武器 然后与拉伊一起持枪向基地内部走去 而在途中 他们又看到了更多的人类尸骨 旁边还有着弹形物体的残骸 似乎双方在这里发生过惨烈的战斗 随后两人继续深入 他们穿过了空旷的大厅 来到了一个可以用手掌触摸的机关面前 詹森见状便启动了机关 而面前的石墙也缓缓升起 两人随即走进了一间密室 接着身后的石门迅速关闭 密室内的灯光全部亮起 喷出的烟雾似乎也是可供呼吸的氧气 詹森与拉伊见状便走进了有着一具尸骨的平台 在浮去上面的灰尘后 他们竟然发现平台内有着一个人类女性 正当两人不知所措时 一束白光突然照射在平台上 平台的顶部也随即打开 里面的女人慢慢将手伸了出来 詹森急忙帮她把顶盖推开 将女人扶了出来 但就在她出来的一瞬间 却夺下了拉伊手中的枪 并将枪口指向了两人 詹森见状立刻脱下了头盔 向她表明自己也是人类 女人这才放下了手中的枪 虽然双方语言不通 但两人还是得知女人名叫梅拉 而平台上那具骸骨似乎是梅拉的亲人 梅拉还取下了尸骨上的手镯 戴在了自己手上 另一边外星机器人 已经开始对人类的登月舱下手 在外围飞行的乔治察觉到了异常 立刻联系上了詹森与拉伊 要求他们立刻返回登月舱查看 而被救出来的梅拉 也穿上了自己的宇航服 准备跟他们一同返回 可三人刚走出房间 一个蜘蛛状的外星机器人便突然出现 幸好詹森与拉伊反应迅速 成功将其击毙 但当他们乘车返回着陆点时 才发现登月舱已经被外星机器人夺走 于是他们只能根据月面上留下的印记一路追去 并最终看到了外星机器人的巨大飞船 而飞船又突然启动 准备离开月球 詹森与拉伊健壮迅速商量对策 但这时 地下突然钻出了一个巨大的外星机器人 尽管詹森将机器人成功击毁 但拉伊却受了重伤 不幸牺牲 与此同时 还越飞行的飞行舱也受到了电击 并不断被拖往月球 最终失控坠毁在了月球上 詹森与梅拉就此陷入了绝望无助的境地 无奈的詹森只能支起了太空帐篷暂时躲避 而梅拉看着痛苦的詹森 随后便选择与她放飞了自我 可就在温存过后 被外星机器人改造的拉伊就出现在太空帐篷外 梅拉健壮迅速举枪将其射杀 但帐篷附近还潜伏着机器人 两人随即被他们捕获 就这样成为了俘虏 而当詹森与梅拉再次醒来时 他们已经被带到了外星飞船内 一个机器人还试图肢解梅拉 幸好一旁的詹森拼命挣脱了手铐 奋力将外星人击倒 两人这才得以脱身 接着他们又穿上宇航服 顺着管道摸索出口 却在飞船内发现了大量未孵化的外星怪蛋 詹森顿时明白了外星机器人的意图 原来这些机器人就是想要占领地球 在14000年前 人类文明很有可能就是被他们摧毁 但幸好外星机器人最终被一些幸存的人类 阻止在了月球上 而现在外星飞船又利用登月舱的能源重新启动 并驶向了地球 詹森健壮迅速开启了登月舱的自毁系统 但这时一个刚刚孵化出来的机器人企图攻击詹森 激紧的他立刻举枪射向了机器人 结果射击产生的后座力 刚好将詹森与梅拉推出了外星飞船 而航天飞机内的宇航员正好看到了两人 原来宇航局已经发现了威胁 并决定对外星飞船实施打击 然而还未等他们发射导弹 登月舱的自毁系统便倒计时结束 剧烈的爆炸随即将外星飞船彻底摧毁 而詹森与梅拉也被宇航员救回了地球 最终梅拉开始学习英语 并可以和詹森简单地交流 两人也自此成为了伴侣 但他们没有料到的是 一个外星怪弹却落在了地球上 恐怖的灾难似乎还未结束 真正的威胁才刚刚开始显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